歡迎收看 今天的第一手運氣是 運動雙帥 20萬 接下來八點的男神20萬 接下來是最美的女神20萬 20萬 歡迎收看 這三組都是世紀人稱 對 而且彼此都是好朋友 對 可是我第一組認識他們是 因為在大集合他們的運動細胞非常好 對 因為輝煌跟祖雄 是 運動雙帥 對 但是輝煌最近拿的是去拍戲嗎 對 最近拍了戲 酷蓋爸爸 酷蓋爸爸 然後他在嘎嘎烏拉拉的線上營平台 然後是原創內容 然後這次由我跟嘉健一起拍的 就是同志溫馨家庭劇 對 這是他的老公沒來 他老公剛好是我同鄉 誰都帶他老公來 我以為是主中演 另一個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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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小孩 因為現在也有可能用自己的 他是代理孕母 對 代理孕母 然後在國外這樣子 這是電影電視劇嗎 我們這是一個迷你劇集 就也算是小影集這樣子 然後有六集 六集 對 然後在四月三的時候 會在禮拜五 然後會全球首播 好 酷蓋爸爸 歡迎再試一下 好 酷蓋爸爸 歡迎再試一下 八點檔男生兩位 謝謝 我們是台語八點檔 天之焦女 天之焦女 然後第一次上四周期嗎 當然 對 當然 他們都在拍戲啊 因為在家裡 看了瓜哥的節目 我們家人就說 爸爸 你要不要去上一下 好像都還蠻會答 因為他在家裡都答得對 於是說他就說 那不要上來挑戰 是... 我們這邊上台會不一樣 對 今天可以體驗看看 聽我說完 可是我覺得上了節目 就未必 對 因為有壓力 緊張 可能大哥好認真 剛剛在霍聰傑 已經很認真在想了 看哪個階段 我們上次來一位帥哥 不是很厲害嗎 王傳一 王傳一 全面答題都...五題都對啊 他很厲害啊 最後是高達七十幾萬上去回答 很厲害 他真的很厲害 第一題就下來了 喂 喂 喂 唱壓性要高 對 好 沒關係 歡迎你來 好 最美女 這個是有新戲的 對 是新戲 這個是阿良的龜白人生 也是在四月二十三號的禮拜五 然後每天的禮拜 就每個禮拜一到五的晚上八點 這個照片應該像更生人的故事 對 它其實是 我是飾演就是那個 阿良的姐姐 然後我是小時候那年代 然後我算是輔導他就是 他就是整個改過自新之後 引導他如果加入此季 然後... 這種引導會不會最後又變成談感情 沒有啦 沒有談感情 真的啦 他是真的有 他最後有一個 就是也是在大愛認識的老婆 對啦 也是有啦 這是真人真事 真人真事 大愛就是真人真事 都是真人真事 對... 阿良的龜白人生 是在大愛頻道 也是連續劇 對 它是連續劇 所以每天的禮拜一到禮拜五 對 然後晚上八點 四月二十三號開始了 對 四月二十三號 歡迎三組來賓 接下來進行關鍵字資格賽 總共有五題喔 五題答最高分的人 最後加五萬塊獎金 好... 第一題請出自關鍵字 華人引後 來 第一組請下 那下多少錢 對 這個華人就是 算亞洲啦 所以最主要來講 對 可能有馬來西亞的 三萬塊 八點檔男神 多少錢 小玩一下 小玩個四萬 四五萬 來 再簽合 三萬 第一題 四水問一下 對 華人以後請出題 歷史上在歐美四大影展中 第一位豐厚的女星是夏列何人呢 A 楊子瓊 B 張曼玉 C 巩俐 來 計時開始請做到 歐美 四大影展向什麼 青中的 砍城 砍城 威尼斯 柏林 奧斯卡 對 就四大歐美嘛 這四個最有名的 三 二 一 來 請插牌 土雄跟輝煌呢 搞不清楚 對不起 我們意見衝突 都是狗粒 通通尋狗粒 我不知道因為我們AC在尋 楊子瓊 當然這三文都一定有得獎 對 但是誰先後而已 好 戴謙盒寫最快 對 我覺得是鞏力 鞏力 他在我印象中 他很早以前就已經 在國外的一些影展上 讓我看到 其實我當時看到鞏力的時候 就是其實還是很多影展 什麼大紅燈 龍高高 紅高樑 紅高樑 那時候張藝謀嘛 對 然後秋菊打官司 對 明杰 你們呢 其實我剛剛豪哥在討論 張曼玉跟鞏力這兩個 我們兩個有一點點在討論 因為張曼玉很有可能 嗯 在年輕的時候就演了 王家外導演的電影 所以你們在想有沒有機會 有可能是張曼玉 但最後選擇鞏力 嗯 對 我也會 覺得是張曼玉 鞏力之間要選 對 對 林輝煌 我們 對 我印象中就是大紅燈籠高高掛 對 他得獎的應該就是內部 而且就是剛才我們這AC在選 那 楊子瓊 楊子瓊跟鞏力在選 那印象中鞏力的應該是時間 再早一點 再早一點 對 是鞏力嗎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B 張曼玉 看我啦 很帥喔 好帥喔 其實這一題很難 難啊 因為 張曼玉呢 她第一個在 第一次在世代銀展得獎的時候 是1992年2月24 在德國柏林銀展 她以軟鈴玉拿到英雄獎 最佳女演員 可是我跟你說 1992年大概八九月的時候 其實 鞏力就在威尼斯銀展 以秋菊打官司 拿了女演員獎 所以他們其實只差了半年 這題是有一點難度 楊子瓊是快樂 楊子瓊是快樂 楊子瓊其實她 她因為 可以說臥虎長榮 臥虎長榮得了很多獎 但是幾乎都是算大獎 比如說劇情片 或是導演 或是入圍 但是 對 如果就女演員來講的話 而且像世代銀展來講 除了奧斯卡除外 其實其他三個銀展 他們都比較偏藝術價值 所以他會去看整個 他藝術片會比較容易中獎 好 來 一面有收獎金 好 三星 這一題刷十多 每次要贏過他 不好意思 錢太多了 瓜哥錢太多了 心太多了 太多棒了 對啊 都是吧 對 通招 現在獎金有17萬 16萬 第二題請出示關鍵字 是 餵食道力流 可以 大家都想多多少錢 還有嗎 等一下 來 輝煌你們十歲就這樣 輝煌跟祖雄 你決定 三萬 三萬 來 籤和 籤和 蔡強 五萬 五萬喔 你們有餵食道力流嗎 很嚴重 很容易有 對啊 因為喜歡天使嘛 來 第三組明傑 五萬 是 有五萬 五萬 三萬 請出題 很多人都會有火燒心的症狀 請問哪一種睡姿 最容易導致餵食道逆流呢 A 大字型平躺 B 趴睡 C 右側睡 對 計時開始 大字型平躺 會不會遲到你 趴睡牙的 人家早上有 可是我們都沒有這感覺 因為我們睡著了嘛 對 早上起來就是牙一人 牙是燒的 都不知道什麼姿勢燒的 早上起來都會燒 第一個直覺就想說 昨天吃宵夜 中間睡其實都是各種姿勢輪流 對 所以你燒完了 也不知道是哪個姿勢燒的 睡到一半這樣用 這樣用 來 請立排 來 試試看 沒有必要 趴睡 大字型平躺應該 不太會吧 大字型平躺 對不對 因為我們睡覺都不會大字型平躺 來 會嗎 我會大字型平躺 你說這樣睡啊 大字型平躺應該是最健康的一種睡姿 對啊 應該是最健康的一種睡姿 可能因為我之前 有 就是我也知道內流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也是大字型平躺 然後就是會有那種反除的感覺 嗯 所以我不知道 對 我自己的經驗啦 所以我 寫A 明姐 就感覺右側睡了 肌肉大一點點 而且對啊 有右有左 為什麼寫右沒寫左 嗯 對邏輯上來講 右邊可能氣會大些 可能我們習慣都右側睡比較多一點 因為左側會加到心臟嘛 對 很多右側睡 你們也是選擇 我記得我之前好像就是 有不舒服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網路上有看過 就是其實你往右邊睡 好像胃的形狀 跟那個上面那個 那個腸子還是什麼的 那個食道 對好像反而你這樣子是更容易 引起胃食道 嗯 來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C 右側 因為胃是在我們身體的左半邊嘛 那你很多食物都被包覆在左側 所以你往右側睡的時候 他那個胃就會沒有被包覆 可是我睡覺時 右側是最多胃 對 因為你怕你左側會壓心臟啊 可是你右側的話 一般會卸右 對 右側啊 食物會往右邊流 但是你胃是在左邊 所以就很容易會餵食道膩臟 對 來 裴起來 5萬 5萬塊 來 入獲 接下來第二名的第一名 5萬 等一下 耶 差3萬 差3萬 好 現在獎金是千合22萬 那耿豪他們21萬 你們是14萬就是最後一組 第三題的關鍵字請出示 寒流也要拍 寒流也要拍 來 千合 我也要拍 千合下多少 我們還是要 5萬 5萬 然後5萬 許明傑來 來 明傑 我們要6萬 6萬 5萬 14萬呢請 跟6萬 拍片嗎 跟6萬 拍手啊 自拍拍照 拍片 都可以了 5萬 6萬 6萬 對 請出題 想要讓暖暖包快速地熱起來 請問應該要怎麼做呢 A 放口袋搓揉 B 來回甩動 C 對著暖暖包吹氣 計時開始 請做檔 這個比較有經驗 你有 對 因為我們做跨年 跨年 最多 外景 棚內也很冷 外景比較多一點 冬天的時候棚內很冷也會放 所以你可能跑到山上去採 採訪農作物的時候 手也是很冷 對 來 請立牌 他們都用過暖暖包 但是不知道怎麼熱 都助理幫他搓熱的 都搓 或是自己搓 所以他們都不是自己搓熱的 對啊 好 BBC沒有放口袋搓揉 反而大家故意不選A 因為其實最長的方式是A 對不對 對 可是前陣子 大家搶暖暖包的時候 不是有講過嗎 不能 不能搓揉 很容易破其實 對 然後一般我們都會有那個甩動的動作 對 比較快 我好像看過使用說 我好像看過 因為 對 沒有這個 在現場大家都會拿搓 但是我好像因為這樣 我曾經去看過 但因為我不太怕冷 所以我在現場我從來沒有用過 那你吹 對 男人 沒有熱嗎 沒有 這也不太對 因為他其實就是呢 他只要跟氧氣碰到他就會作用 對 應該是這個意思 因為甩動跟搓揉就是差不多的東西 一樣意思啊 吹 吹氣肯定不對 因為你如果跟氧氣作用 你用甩的都比他 對 因為瓜哥 瓜哥很會吹那個乒乓球 他的吹的力道很大 對 他吹那個是誰 對 但是我覺得後來放衣服 會越放越熱 但是起動的時候 到底用什麼方式 到底是放口袋搓揉呢 還是B呢 還是C呢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答案是 C對著暖暖包 耶 好謙虛 好謙虛 其實暖暖包裡面的成分 是鹽 鐵跟碳粉嘛 那其實有水氣的話 水氣會加速 鹽跟鐵的氧化作用 它就會熱得很快 所以你就是因為口氣裡面有水氣 對 其實你就 但你就一點點的水氣 就是對著它吹 就不用打開或怎麼樣就 吹吹它 因為他們有做過實驗 你大概呢 用搓的啊 三分鐘吧 原本的暖包是22度 它上升到30度 三分鐘上升了8度 但是你用吹的 一分鐘喔 它就從22度上升到38度 哇 其實很好 因為它有加速氧化 可是大家現在還是在搓啊 那是一個習慣的動作 哇 還要賠錢賠錢 哇 千和好厲害喔 好 好 我們剩下 6萬 抓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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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萬耶 加油 剩下8萬喔 還沒對 我們還有幾題啊 還兩個 這個冠軍要加5萬喔 接下來 你們是27萬 15萬 8萬 第四題 第四題請出示關鍵字 外景要 好 27萬 來 千和先下 蔡翔 接著來 千和 蔡翔 這次換你決定 小小的來 好 4萬塊 好 吃利息 不是 明傑 明傑跟耿豪 7萬吧 8萬 8萬 這麼多 好 祖雄呢 我們留1萬 最後一題啦 5萬 留1萬最後一題 他以為自己在謀 集體 也不會連世紀打錯啊 如果世紀打錯也命也該去 好 請出題第四題 蚊子在身邊飛來飛去真的好煩 請問吃哪一種水果更容易吸引蚊子靠近呢 A 香蕉 B 木瓜 C 百香果 計時開始 請做答 這是什麼水果 更吸引蚊子靠近 我們可以去想那種水果攤子 不是都會有 這蒼蠅比較多 對 蒼蠅啊 對啊 香蕉擺在家裡好像沒什麼味道 嗯 木瓜會不會 用報紙包起來 對啊 但比較 擺香果好像很... 擺香果不會放在外面啊 對啊 對啊 都放冰箱的嘛 嗯 我倒是沒有考慮高這個 來 五 吃蚊子 蚊子容易被叮啊 3 2 來 請立台 好 三個都選一樣耶 那是A啊 怎麼辦 我在幹嘛 三個都A喔 真的喔 等一下 三個都A 那個... 是不是因為最近香蕉的議題 所以大家... 大家只要想說應該是香蕉 那我們選香蕉應該有鳳梨還是... 沒有鳳梨啊 只有香蕉 香蕉 就覺得... 甜 不是 我覺得它的味道 對 它有一個香味 因為我覺得蚊子要靠近應該是一些... 化學的物質 是 然後香蕉 我們以前在上國中的時候 它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脂類是有這個香味 木瓜是沒有香味 但是我們剛剛就是... C也有在想 因為C也是蠻香的 答案不可能三個... 但是怎麼會出一個擺香果 你就對啊 對啊 來 你們呢 葛 也屬於刪去法吧 就覺得擺香果跟木瓜... 比較不太...不太... 木瓜不太可能 但我怎麼... 有蚊蟲 會靠街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剛剛... 我跟明杰 他比我厲害 所以我... 他選... 香蕉會有汁液啦 木瓜也會有像牛奶狀的汁液 對... 唯獨百香果是沒有這些問題 對... 我們是根據那個... 因為我很喜歡吃香蕉 香蕉皮一放在那邊 不久就會有那個... 過癮... 對... 好像香蕉速度很快 所以我意思說 看到蒼蠅是很多喔 蚊子有沒有看過 蚊子 對...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的答案是... 黑香蕉 好厲害耶 因為我們其實人體的皮膚啊 會分泌一些乳酸 那就是分泌的這些乳酸 才會吸引蚊子靠近 那像你如果常吃香蕉啊 葡萄乾 還是花生 這些富含甲的物質 它會促進你的乳酸分泌 所以蚊子就會常靠近你 但是每一種食物都有他們的營養 你不用為了說... 避免... 為了怕被釘而不吃 其實也不用 均衡就好 昨天你看大太陽底下 我們去... 差不多兩點多 我們在戶外嘛 五六個人喔 就我們吃香蕉 兩個人就會被釘 因為我們每天早上起來吃 是營養師膠帶的嘛 一根或半根香蕉 其他人都不會被釘 我們就被釘得很慘啊 因為是香蕉的 香蕉 對 就是說... 你如果常吃一些含假的啦 譬如說香蕉 葡萄乾 花生 是 可是香蕉是一個很快樂的食物 而且注意防吻嘛 對...來 好 來 四萬... 好厲害 通培... 8萬 8萬喔 謝謝 來這邊 7萬好了 最後已經拚了 還沒有 還有一萬 還可以再拚比較出版 對... 是不是 7萬 名次沒什麼改變 但是大家獎金數往上爭 好 所以31萬到23萬15萬 目前還是代簽和領先 第五題的關鍵字 請出示 身體啥狀況 這個問題多了 來 身體... 31萬千合 下... 要5萬啊 等一下5萬啊 5萬 5萬 最後一題要更好 其實我們有一個很簡單 就不能輸他們 就是你看 偏偏他在我們的後面 我們只能猜測他們會... 一樣 8萬 8萬 我們算過了 我們贏的話還是有機會翻到第一題 就有 這最後一把 15萬嗎 15萬 等一下 你如果全答對他們兩個錯 他是變第一名 對啊 他們錯完的話 你有機會第一名 因為你30萬嘛 對 第五題還有懸念 對 他答對30萬嘛 他如果兩個假設答錯 他就變第一名 對啊 因為他30他就26而已 對 那第五題還有懸念 來 請出題 在生活壓力大的環境中 身體往往會出現狀況 研究發現哪邊出現疼痛 其實是糖尿病的徵兆呢 A 腰頸疼痛 B 四肢痠痛 C 後腦頭痛 計時開始 請做答 這題我最需要了解 這題很難 到底是四肢疼痛還是腰頸疼痛 還是後腦疼痛 後腦疼痛 後腦比較少疼痛 但腰頸常疼痛 對 四肢... 可是四肢跟腰頸也很常 沒有糖尿病 除非是... 四肢疼痛是因為痛風過會啊 每次吃炭營養就... 海鮮類 對 但腰頸也有容易是譬如說 姿勢不良 對不對 也很容易出現 來 請請 請厲害 好 來 好 這一次是選 A B C耶 真的嗎 真的拚喔 不一樣 明次會有可能改變喔 因為三個答案都可以 一定會有不同的結果 唯獨B答對 你是第一名 因為A B C的不是同樣答案啦 對 那你先講 祖雄你為什麼選 好 因為糖尿病的人 糖源過高的時候 他的復原能力會比較慢 所以四肢離身體最遠 對 所以他一旦受傷很難... 對... 對... 因為我同學也是這樣 所以就是... 剛好想到同學的案例 所以身體的末端會比較有問題 神經末消 可是你講的是已經確定糖尿病吧 他是還沒... 我差不多要變糖尿病了 你要注意... 他身體的糖尿病是過高的 他的理論是一樣啦 你的理論是一樣的啦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四肢是比較屬於... 是太營養痛風了 也有一點像... 可是... 我個人會選像四肢疼... 腰頸啦 腰頸... 因為我現在是腰頸疼 我很怕 因為四肢很容易喔 那個... 尋力... 那是沒感覺啊 神經末消 神經末消 不是啊 他講的是糖尿病的徵兆 不是現在是糖尿病喔 對啊 快要走向糖尿病了 是之前 謙和你們想要... 剛剛... 就是蔡翔也想說是四肢 可是我覺得他是寫痠痛 可是你到時候是... 你有糖尿病的時候是沒感覺啊 怎麼痠痛呢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腰頸疼痛 就是從裡面開始... 他的理論是說 你都沒神經怎麼會痠痛 也光滿有多力啊 糖尿病那個是傷口不會復原 不會 對啊 對啊 不是不會啦 要很久的時間 幾乎一直換藥一直換藥 很難嘛 明姐 我們這邊邏輯是說 腰頸跟四肢 其實都有很多的相應的症狀會引發 類似 但唯獨後腦痛是我們沒有遇過的 對 因為他想說是糖尿病徵兆 代表是其他的 比較我們想了解的 不會是這個徵兆 他應該是唯獨一 但四肢痠痛 每個愛運動人都會四肢痠痛 我覺得不太可能 腰頸我所了解 高血壓的人 頸子特別容易硬 頸 所以我覺得那個A應該也是屬於高血壓 不太應該是糖尿病 所以刪去髮毛 就是C是最有可能 拚一個最不可能的 我個人是希望大家不要邀請 如果是的話我就趕你 不要這樣 不會啊 你幹嘛這樣看你手 所以不是兩個人 對了 AVC我不同學 所以第一名 雖然還不知道誰喔 來 請公布正確解答 正確的答案是 欸 腰頸 腰頸 所以我認為是腰頸 對 為什麼 沒有 他其實有做過 他是做實驗啦 因為他發現說 你有糖尿病跟沒糖尿病的對不對 有糖尿病的人 他的那個脖子 他腰疼痛的程度啊 幾率會高於沒有糖尿病 高於3成5 35% 然後再看到脖子 是高於2成4 就24% 所以他就發現說 其實你已經得了糖尿病 很容易會引起你的腰頸痠痛 還有就是周圍的神經病變 那你本來就已經有痠痛 又加上得了糖尿病 他那個疼痛的程度 是再加倍上去 對 而且你循環不好 對 你會造成你背都變成像龜殼一樣 很僵硬的 會纖維化 但現在其實得糖尿病的越來越多 他全球已經有三... 將近四億的人糖尿病 都是 但糖尿病麻煩 等一下就是要去看肩頸跟腰 從頭到尾都答對了 對啊 很厲害 沒有一定錯的 第七十六萬 第七十六萬 這個約差五萬多 這邊都兩邊 這很不穩的 拉高還會移 哎唷 一身 好帥 想要翻身都沒有 不過他很厲害啊 像那個暖暖包跟那個 都不容易打的 我覺得他講的都是有... 真的 其他有字啊 對 三十六萬加五萬 41 41萬 第二組45萬 接下來進行決戰海盜桶 進行決戰海盜桶 今天聽說來者來勢洶洶 41萬啊 來者不散啊 散者不來 太翔很厲害 台盜 沒...厲害... 來 兩位請登船 來 請登船 好 請 我們準備要棄船 41萬耶 41萬喔 總共六題 六題答對41萬獎金屬於你的 是 總共一到四題可以求救 只剩一次 沒錯 來 請賺 好 那千和先好 你先啦... 好 千和請準備 命運轉盤 用力 GO 這個是 新文時事 進行新文時事 請出題 戴口罩防疫是全民常識 如果外國人在巴厘島沒有戴口罩的話 交不出罰款會有什麼懲罰呢 A 伏地挺身25下 B 深蹲50次 C 開合跳100下 好棒喔 好棒喔 計時開始 不是直接離開... 對啊 那個是新加坡啦 是本線 新加坡 對呀 對祖雄來根本就... 對呀 祖雄來根本就不用戴啦 祖雄來根本不戴 我覺得你看 他只有開合跳是100下 會不會是那個數字最多呢 我也覺得... 等一下 開合跳是這樣嗎 對... 對... 因為你看其他... 可是伏地挺身也很難耶 那如果是女生 就不會伏地挺身 那就開合跳是最合理的 大家都可以跳啊 千和跳 那你們那個什麼千和跳 千和跳啊 不行 我會翻向 所以我們就選綠色喔 好啊 那如果不是綠色 就再選一個喔 請插戒 對 所以... 來...千和 你現在要伏地挺身還是深蹲呢 那就伏地挺身好了啦 好 請插戒 3 2 1 伏地挺身 25下 為了加強防禦 印度巴厘島規定公共闖所 必須戴口罩 不少外國旅客違反規定 被抓到沒戴口罩 身上又沒現金繳罰款 官員便當場處罰他們 做伏地挺身 25下 那如果不因為伏地挺身 違規民眾可以當場付10萬一 英尼頓 大約是158塊 光是一週就多達 八千八百六十四人違規被處罰 就是不戴口罩的 胸肌突然都很發達 對 滿地的胸肌很發達 但是對祖雄這種的 他出去都故意把口罩拉下來 他就想運動 然後不戴錢就口罩拉下來 他有的就不在瓜尾上 而且還不穿衣服 來 第二題了 命運轉盤請 好 剩一條命喔 請轉 好 來 劍拿起來 好 自然奧妙 命運轉盤 自然奧妙... 就給你一個顏色 哪個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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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 那妳怕什麼 妳還大 妳怕什麼 我不行 歷史 來 歷史地理請出題 好了 孔子的後代全都姓孔 不過孔子本人並不是這個姓 那麼請問他姓什麼呢 P時開始 不是 他叫什麼名字啊 他就叫孔子啊 不是 什麼 比丘妳 不是 比丘妳是 丘 好像是丘耶 丘 至仲約 仲約 是嗎 我就沒念書啊 那我們要幫他請 那個紅 不然 好 我們還有一把 對啊 我們還有一把 我們可以請 好的 用一下 用一下 瓜哥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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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重妳 那重就拿掉了 好 對不對 孔秋 孔秋 孔 孔 應該是子吧 我是子吧 有姓邱製重妳 妳一般人會調到姓邱嗎 孔子 這個子應該是他的姓 對 有意思喔 那孔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義 對不對 好來 受叉子囉 請叉見 我跟妳說我會用刪去法 因為重妳 那個伯仲淑 重是他的排行 就不是重 然後邱是因為他出生好像是 他媽媽是在一個小山區 孔秋 對 這個也不是 所以刪掉我就會選A 他這題陷阱很多 但是自主 因為都三選二 自重妳那個重就不是了 對 排行 重是排行 對 其實孔子姓子 是孔 名是邱 其中子姓是殷商中氏貴族的姓 推測孔子應該是相當後代的子數 其實古代姓跟氏是分開的 所以他是姓子 然後氏是孔氏 所以就是孔子 但是我們現在就叫胡氏 其實胡氏 我們姓胡嘛 對啊 但是過去他並不是姓 對 因為氏比較像是偏男生那邊 姓是女生那邊 所以姓擺在氏的後面 對 所以這題真的蠻難 一般會投到 仲妮先拿掉 對 都覺得好像是姓邱智仲妮 但其實 還好 姓有用瓜哥 對啊 這是對的 第三題了 數就已經沒有了 請 命運轉盤 GO 哪一個 就不要在那邊去投 不要在歷史地理 其他都可以 偏偏就是 好 接下來進行自然奧妙 請出題 請問他的證券名稱 應該是下列何者呢 A 海融 B 海藤 C 海絲 計時開始 就是海融 海融 對不對 對 海融 超久超跑 記得是海融 我也覺得是海融 對 我也覺得是海融 那個很好吃 海藤是什麼 海絲 這個是什麼 我們只要對的就好了 有其他的可以 真的確定是海融 我也覺得是他 我們第一次立馬就是想 我覺得是海融 這麼有默契 對 請插件 海融 海融必須生長在 非常純淨的海洋當中 例如南美洲 紐西蘭 南極等地 台灣目前最大眾的 進口產區是來自自立 同時呢 海融是因為採收資源 有受限制 還被譽為深海極其珍貴的 超級的河藻 藻類 他這麼珍貴 不知道 只是覺得他很好吃 智利 來 接下來進行第四題 來 劍請拿回去 好 蔡翔 這樣走著走著 第四題 四五六答對就是 四十一萬 永遠的 命運轉盤 永遠的自然奧妙吧 給你 永遠自然奧妙 給你 還不錯 新聞十四請出題 很多精品品牌會推出自家特色的香水 請問最近哪一個品牌推出香菜香水呢 A KUJI B 香奈兒 C LOWE 計時開始 我聽過 我記得 LOWE LOWE嗎 香奈兒 KUJI 我覺得KUJI是比較 KUJI KUJI嗎 大聲一點沒關係 大聲討論 我覺得 我完全不知道 怎麼辦 我很愛香菜 對 可是說真的 我香菜 對 是香奈兒有出還是KUJI 我覺得香奈兒應該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香奈兒不可能 LOWE我是真的很少接觸的人 那我覺得KUJI她是每一次 都很喜歡創新 包括她的設計什麼的 都很前衛 5 4 3 2 請早見 沒關係啦 這樣就差了 KUJI LOWE 西班牙品牌LOWE 推出的居家香氛系列 一口氣 推出十一款香味 包括了番茄葉 甜菜根等味道 其中特別的就是香菜 官網已經買到香菜香水 香菜的蠟燭 還配上滿滿的香菜土 好像隔著螢幕 就能聞到香菜味 那害怕香菜會瘋掉吧 應該會瘋掉 光是剛剛那段話 我們就快瘋掉 你不敢 你不喜歡嗎 我不太敢 就那個味道很重 香菜 一般是甜不辣 甜不辣裡面會加那個香菜 一定的 很多啊 什麼麵線 你對把它挑掉 我就直接加 不要加就好了 我都是買整把直接吃耶 大腸面線 對... 好 B組15萬請就位 來 B組15萬 第三組一毛都沒有 15萬也是一樣喔 可以求救了 來 請 梗豪哥先嗎 來 請準備 命運轉盤 我們也是要自然奧妙的 來 自然奧妙 有機會 厲害... 請出題 許多動物都是群聚生活 請問下列哪一種動物 除了喜歡群聚生活之外 更有著幼兒園的托嬰制度呢 A 大象 B 猴子 C 長頸鹿 計時開始 大象 猴子 長頸鹿 哪一個 喜歡... 豪哥認為是猴子 猴子 因為... 大象 捕捕動物 牠... 我所知道牠們是有階級的 就是... 所以牠們又... 確實有這個托嬰制度 可是大象也有階級 不是... 但是我在想猴子跟群... 跟群人可能又不一樣 剛剛講的印象中是... 是欣欣類的 猴子跟大象 先猴子 還是我們直接再大象好不好 我們直接大象 好 信我一次 5 4 3 2 請插劍 好 冷靜... 豪哥 冷靜喔 還有一把劍 對 講一下 請插劍 時間到 長頸鹿 對 Oh my God 你要求救是一開始要求救 如果插到一半是不行 對 帶幼兒的母長頸鹿會一起行動 一起進食 有的母鹿會將幼兒 留給其他長頸鹿看照 自己會去別處秘食啊 飲水 這種現象稱作為托嬰幼兒 很容易被捕食者盯上 負責托嬰的母長頸鹿 再遇到危險的時候 只有警告自己小孩 不過其他小孩也會注意 並跟上來 來 接下來第二題 大自然是很殘酷的 對 要求救就直接求救 第二題 請轉盤 來 民潔命運轉盤 GO 那是自然荒謬嗎 還是什麼呢 請出題 在美國的氣象新聞當中 所說的降雨機率百分之三十 請問是什麼意思呢 A 30%的機率會下雨 B 30%的時間會下雨 C 30%的地區會下雨 什麼鬼啊 氣死開始 這個先求救了啦 不管 這個還求救嗎 你求救我嗎 台灣 我不曉得 美國會跟台灣不一樣嗎 對啊 因為一般來講就是 炸舉的機率不是喔 但是 既然會是一個題目 肯定不是 對 既然會是一個題目 肯定沒有那麼簡單 好 我們請求救 有用我們剩一把劍了 對 求救 求救 就先求救 我們要用剩一把劍 我們是用推的好了 台灣講這個30機率 應該是30%的機率會下雨 對啊 台灣來講 台灣就是機率 那台灣出這種題目 肯定不會跟台灣一樣嘛 對 就是A拿掉 是A拿掉的嘛 對 不然就不用美 30%的時間會下雨 算不了那麼準 但30%的地區會下雨 他可以算 因為他可以算到雲林會下雨 可能嘉義不會下雨 但30%時間 你怎麼知道是到8點到10點 11點 12點 沒那麼準 所以這個時間是 所以應該是30 第一個不會像台灣 第二個太唬爛 第三個有機會 就是這樣 30 警察見 對... 謝謝船長... 很厲害耶 根據美國國家氣象局 對於降雨機率的定義 在預測區域內 可測得降水的面積 相承得出來的結果 便是 該地的降水機率 也就是說 降雨機率30%的 的確代表 當地有30%區域 會降100%的降雨 而台灣中央 這樣去定義是 降水機率為各項 暴區未來 36小時內的三個時段 每12小時為一個時段 出現降水的機率 降水時間面積無關 舉例來說 降水機率70%就是指 有七成有機會 我講台灣就是這樣 這是因為台灣比較小 所以它比較好掌握那個 降雨的機率 對 它沒話算時間 但是它跟你講 明天降雨機率10% 表示還會漂點雨 如果降雨90% 大概整天都滴滴答答的 嚇到 來 第三題了 來 請轉 好 來 等候 郝哥 命運轉盤 GO 時事 時事或歷史也可以 歷史 歷史也是OK的 文學語文 請出題 成語頑固子弟 就是有錢人家的代名詞 請問頑固指的是什麼意思呢 A 絲捐手帕 B 絲句圖畫 C 絲直長筒襪 計時開始 這也太細了吧 絲直長筒襪 你覺得是C嗎 我覺得是C 這麼特別 頑固子弟 當然也有可能是手帕 肯定他的東西是一般 沒有 不是有錢的人會穿的 所以A B C都是私製的 都是貴的 對 頑固這兩隻都是私製的 對 圖畫 頑固 我 我現在 胯一定是跟身體穿的有關 我現在不知道怎麼解釋 但我覺得是C 圖畫就肯定不行 對 我覺得B的機率滿 4 3 2 1 請插件 3 2 1 獅子長筒襪 厲害 厲害 林潔厲害 刮目相看 這裡我可能想要是絲圈手帕 因為絲圈手帕是女生有的嘛 表示他有錢每天泡在那女人堆裡面 也很有機率 就不震驚嘛 以前古代人身穿的是大裙子 一走路兩腿就呼呼進風 有錢人為了保暖 兩條小腿各套上的 就是絲襪嘛 長筒襪褲 類似現在長筒襪 這種褲子叫褲 更有錢的人 繫滑的絲質品叫做褲子 叫腕 就加起來腕褲嘛 就是絲圈的意思 所以腕褲子就是有錢人穿著 這個代表他很有錢 對 來 第四題 請出題 命運轉盤到 歷史地理 好 來了 真的 來 進行歷史地理 請出題 不懷好意的宴席又稱為鴻門燕 請問哪一位知名人物 也使用過鴻門燕來對付敵人呢 A 西濟光 B 劉國溫 C 李鴻章 計時開始 鴻門燕 應該是李鴻 以前是項羽對劉邦嗎 對 那後來 周瑜對諸葛亮也用過 我印象是李鴻章 李鴻章嗎 在清朝的時候 所以 對於有投降的 周瑜是個對劉備吧對不對 周瑜是對諸葛亮 鬥士 但那是演藝 我印象中歷史上肯 應該是李鴻章 李鴻章 李鴻章有殺過 殺過一些祥寵 也是用門宴的方式 門宴那些就是 那我再考慮一下 千濟光肯定 是 李鴻章 我決李鴻章 請插戒 李鴻章借口 與各王爺 談判投降的事宜 設下盛大宴會 邀請他們參加 這些王爺為了想留後路 討好李鴻章 完全沒有半點防備 全部參與了此次的鴻門宴 隨後李鴻章 隨便找了一個理由 就先行 先行離開宴會 那陳學啟率百贏人 突入五宴 將八名降降殺死 最後陳學啟提著 這八人的首級入城 稱八人反側 以扶諸儀 而太平天國的蘇州城 在失去這八位王爺之後 就不堪一己了 很快的就被李鴻章攻下了 沒錯 第四題了 現在第五題 第六題答對 就有獎金了 十五萬 但第五題就是個關鍵題了 對 來 第五題答對的話 有機會挑戰十五萬 來 請轉盤 用力 命運轉盤 GO 又好像自然奧妙了 進行自然奧妙 請出題 聽覺 B 味覺 C 嗅覺 計時 開始 聽覺 大聲討論 可以 聽覺是肯定不肯 對 其實味覺跟嗅覺 本來就很小 我們講說所謂的味覺 其實就是所謂的嗅覺 所謂的味覺其實就是所謂的 就是我們說 我們人可以 舌頭可以嘗那麼多 其實多半是靠鼻子 所以 你說毛孔裡頭有味覺 我覺得 對 味覺跟嗅覺 不是差不多 對 其實我們講說 嘗擺味 其實是嗅覺 嗅覺是聞 味覺是會有酸甜苦辣 是五種 其實我們講菜好不好吃 五 四 三 五 我覺得是味覺 因為就是那麼簡單 不可能倒數一 好 味覺 嗅覺喔 那還是嗅 嗅覺那沒辦法 嗅覺是人類五感之中的其中一環 原理是藉由鼻子內嗅覺細胞 突出末端的嗅覺受氣 以空氣中的氣味分子結合 在傳達腦 而科學家發現 頭皮的毛囊裡含有嗅覺受氣 只是嗅覺器官並未連結到腦部 其實嗅覺器官不只存在鼻子 腸道心臟甚至人類的精子內 都有嗅覺的受氣來協助尋找卵子的所在 他只是他們有感覺 我們不會有感覺 但是他還是叫感覺 來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來 歡迎今天的六位對賓來我們現場 但是有兩組的戲劇要宣傳的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 那我們酷怪爸爸由嘎嘎烏拉拉平堂 嘎嘎烏拉拉 線上影音平台原創內容 那在四月二十三號全球首播 對 那這邊是大愛頻道 對 阿良的歸一百人生 一樣在四月二十三號 禮拜五開始 每週的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八點 是的 好的 打開衛視中文台 歡樂駕起台 謝謝